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民航署除了管理日常庞大的航空交通量 确保航空安全之外 更要时刻预备应对得如其来的挑战 民航署每日要服务超过2100架次航班 服务范围不只是香港国际机场 而是整个香港飞行情报区 香港飞行情报区就在南中国海的上面 面积就有276000平方公里 大约就有250个香港的大 为应付不断上升的需求 民航署在2016年尾采用新空管系统 将飞行计划书信息处理量提高五倍 足以实时监测1500个空中或地面目标 同时可以从不同渠道接收和整合咨询 新空管系统里面将天气的影像 也都放在我们那个雷达的显示屏上 很多时候里面会有一些大风大雨 甚至是闪电 而我们见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可以预先规划避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同事在用新空管系统里面 其实是很方便的 就不需要周围望 一晚看完就要快 最重要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空管运作 那就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在今次和民航署的合作过程当中 看到民航署的同事 都用一个很专业的态度 去不断地提升服务 来应对恶劣的天气 保障航空的安全 知道他们会有一些 比较新先进的天气资讯 去支援他们的运作 其实作为市民 去乘飞机回香港的时候 都觉得是多了一份安全感 为得到即时而准确的资讯 支援航空交通管理的雷达 导航设施和通讯仪器 分布全港各处 位于浙如冲柏甲山的雷达站 就是民航署13个外站之一 由航空交通工程服务部 负责日常管理 站内的航路监察雷达 提供香港200海里范围内 航班的飞行位置 为确保设施准确无误 工程人员每星期会进行维护工作 我们这个雷达信息 提供一些重要的资料 给我们航空交通管制员 所以无论是一条电线 我们都要一丝不咬 确保他们可以很清晰 清楚地把信息交给我们航空交通管制员 而令他们可以作出重要的判断 2018年9月 超强台风山竹吹集香港 山竹集港前一星期 民航署一方面安排技术人员 到全港13个外站进行检查 另一方面 民航署和航空公司机场管理稿 上套在山竹来袭之前撤离所有飞机 令香港国际机场停机坪出现真空情况 没有飞机就真的不是没工作 当时我们也要服务一些飞完香港的飞机 在挂8号风球之前 我们空管部和ASD前期会议安排人手 配合大约100个前线工作人员 然后就回来戒备 准备定第二天的挑战 当山竹逐渐远离香港 空管同事利用综合预测系统 估算复航后期运作情况 再通知机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 恢复航班升降 与此同时 航空交通工程服务部 也派员到国外站进行设备检查 并即时维修处理 在山竹过后 其实很多嵩住 和山边都有些倒淡 我们同事上山需要携带一些很重的仪器 一些避典 徒步上山 最后都迎难而上 将这个维修的工作顺利完成 能够在台风逐步解除后 恢复航班升降 游零架次提升至1280架次 一日半内完全恢复正常运作 民航处实现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每一次在台风上这些情况的时候 做航空管这一行 同时都会第一时间保障安全 然后就会有一个活力去回复 这个专业精神令我最感动的 我知道这个空管是一个能力的手 其实我作为其中一份子 都是很有自豪的 作为一个公务员 当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定要勇于走出来解决问题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做到最好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好事 我们都会做到最好